换了去 离别苦 不甘要去暗语 云云有月 慢慢流云 这个情心会慢慢的上了以后 就有知名读了 对 节目印象很大 节目就是唯一的歌唱节目 所以收视率很高 那演出开始越来越多 对 就是叶总会找他的就越来越多 收入呢比以前高了 收入就也差很多 就是比以前高了很多 高很多 那个时候等于算职业了 那我父母就 小生也不做 就专时的就陪他 每天到秀场 他一天最多的时候 跑六个 跑六个地方 从下午就开始 这是从十几岁开始 那个时候已经是十五 十五六岁 就已经算 算很有知名度 有票房 票房保证 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 除了出现在各种演出场合之外 邓丽君在他十四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灌录唱片 只不过 类似唱的还是各种名歌小调 直到两年之后 他的唱片中 才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